默像婉这个角色是一个经纪人的身份 然后她的做事风格就是沙发果断 然后对于她的职业是非常专业了 而且很有手段 不是一个白莲花的样子 甚至有一点小腹黑 然后几乎是没有感情世界 她一定是很犀利的 她的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她一定是一个那种很精瘦的 然后又很能干的 又很强悍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根本里面是有些 其实我还是内心比较坚强跟刚毅的 这点跟默像婉挺像的 但是其实我要接这个角色 我要突破的是 我需要让默像婉外在就看着很刚毅才行 疑速要超级快 不加思索 而且她是那种铿腔有力 说的时候就表情很淡定 非常坚定 每一个字都是我想得很清楚了 所以可能在默像婉表达的时候 她就是嘴一直在动 然后她不会有很碎的东西 是有的 是有的 她太有手段了 我觉得她太有手段了 然后太为了就工作的利益 放弃一切的利益 包括自己私人的利益 我觉得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可 我觉得她太迷失自己了 就为了工作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职业的信仰 这要职业的高度 她就会背弃到很多东西 但我就是比较喜欢自在一点 不太喜欢那种特别激进的 然后强调自己要什么 没有她那么强的目标 娱乐圈一定是竞争力强 然后是新人辈出 然后时代更迭 然后尤其这两年 因为是冰冻期嘛 然后资源紧缺 然后所有人都在力争上用 因为我看到这个剧本 我还是觉得它挺真实的 就包括它写粉丝饭圈 也写得很透彻 就很正常 比如说现在 大家现在觉得现在是 特别冰冻期 就戏就少了 然后平台都会 因为现在几大平台都会 越来越斟酌 要做什么样的戏 那可能现在投资越来越低了 因为要回收成本 因为成本很难回 所以就 对于演员的片酬 就要越低越好 然后那演员那么多 那肯定就是 谁给的价格越低 我性价比越好 我用谁 就是这样子的 我选合作的人 就是首先三观要一致吧 大家价值观一致 然后就可能 就比较省事了 就比如说价值观不一致 就南辕北辙的 他要的是东 我想往西走 这样就早晚会发生冲突 然后我觉得我合作 最重要是人品 我觉得品德这个东西 是交不了的 我觉得工作业务能力啊 都是可以和我一起培养的 时间慢慢一点点积淀 但是品德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只要讲诚信 这是第一 然后就是文人要厚道吧 我觉得做事 因为这个行业 你想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 长线的演员 想一直拍戏的话 还是人品为先 但我觉得做经纪人 也是这样 人品德为先 不要太多 而言我诈的东西 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踏踏实实的 做事情 还是挺重要的 就人一定要踏实 我不太有 我就是心挺宽的 我很难 因为工作 或因为这方面的事情 会让自己这样 我就很没有被必要 因为为什么我喜欢 长期合作的人 要那么久 就是因为 我觉得大家够愉快 才能在一起 然后也不太想给 大家那么多的 工作上的压力 就除非有时候 我上劲的想起来 大家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大部分时间 都是松散的 然后我不太会 让自己那么的去 去激进的 去处理一些问题 我比较容易 跟自己和解 还没遇到什么 特别烦恼的事 就都还挺顺心顺利的 对 就我不太喜欢 就有的艺人 就就就耍大牌 就这种的 或者是一德上面的问题 不好 我觉得不是很好 就是不敬业吧 就工作中没有那么敬业 可能跟他以往的 那个观众的形象 就比外面人看 形象是很不符的 我就不太喜欢 也有吧 我觉得 霍文西是不是 又美 然后又有能力 而且你发现 他身边带来艺人 又时间长 又很长时间 陪伴着他 而且他 就每个艺人 都挺全能的 而且你会发现 就这么多年 艺人都还在发光 就不能太自我和自私了 不能觉得所有的优势都应该在自己身上 应该有 同理心 跟这个共情心 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 你不能说你是艺人 确实你的团队 跟你周遭的人都以你为中心 因为毕竟要服务于你嘛 但是不是所有都是应该的 也会有啊 经常比如说 拍到不好看的照片 大家就会讲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女艺人 或者艺人 就应该去承受的吧 因为本身公众人物 现在言论又自由 那其实有说你好 就势必有不喜欢你的 说一些没有那么好听的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那不好听的 就一看而过 就好了 因为毕竟 你也不用跟着 说你不好听的人 在一起生活工作吧 那你也能 你也要有这样的一颗 豁大的心 去允许它存在吧 因为毕竟你是这个职业嘛 那职业的属性就是这样子 不介意啊 本来我就是啊 为什么要介意呢 也会有 因为尤其是可能 一段时间 没有特别热播的剧之后 那你的选择的余地就会更小 因为比如说你有热播剧 还有一些人关注的话 那可能很多机会就会这样 那现在可能 比如田宠剧啊 谈恋爱的剧啊 新侠剧啊 就很难再找 比如说年纪稍微有点中年的 女演员做大女主啊 然后女艺啊 很重要的位置 可能就想演二三后啊 就这样子也很常见 也不会啊 你说言喜攻略的复查不就是吗 他不也是 当时我爱去客串 就给了二十天 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好的事实的 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因为时代更迭与时俱进总是这样子的 你会发现现在主要的观众群 那就是两千后啊 就是十几二十岁的小朋友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中间的力量 二三十岁也会有很多 但其实那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也不可能我们一直霸平霸 霸几十年都是我们 也不可能了 所以就这个市场可能 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以前的成熟的女艺人 也同样经历过 只是那时候我们没有关注到她们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然后气盛还在光环下面 那你慢慢总是会走到一个这样子 就像我们这部戏讲的 事业的天花板 像墨像碗她后面 她也会遇到她事业的天花板 就都有这样的遭遇 就这样能让你心里面能舒服一些 你没必要钻在内 因为任何的事情都是自己去面对去成熟 然后我觉得人只有自己陪自己的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你要适时的去跟自己和解 去开化自己 然后去接受现实 如果总是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也没有办法 当然我在这我也很希望 很多的观众能够接受 范围更宽一些的戏剧的表达方式 那除了很多喜欢那种谈恋爱的 也有比如说适合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多的 机会给我们 那肯定是更开心 比如说像很多国家一些优秀的女演员 都是很大年纪了 还拿终身成就奖 她们现在依然活跃在荧幕上舞台上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观众能更包容 给我们这样的时长 那我们也可以长情的多走几年 没有 但是会有一些网络上就 就很多片段还是会看 还是很怀念的 然后也会在想为什么观众那么喜欢 当然我也很喜欢那部戏跟那个角色 但是也会找一些原因吧 然后有的时候一看也很欣慰 就是把复查完成了吧 就还算是我理解的能力的 能力下跟这个范围下把它完成 其实当时就有几场戏我都没有那么满意 但导演觉得很好了 然后我觉得没有到我觉得很好的那种状态 我当时就跟导演说 导演说我觉得挺好啊 但是我可能现在演会会不一样 比如就有一场戏我就一直纠结 也就是我在说因为它是我的希望那一场 那场的处理我就觉得处理的不够好 不够细腻 然后层次不够鲜明 留下太多了 留下了更多喜欢我的人吧 然后留下了很多可以选择的机会 就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 最直面的一些属性 给我留下了那年很愉快的拍摄的夏天 然后又留下了很多的好朋友 会呀 我刚才就讲就留下很多好的机会嘛 现在就确实有很多好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后来遇到了梦想完 不会因为都习惯了 也没有什么不耐烦的 其实被关心嘛 也是好意的嘛 也是善意的嘛 就也为我着急嘛 就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而且被问到感情 艺人来讲也是很正常 对 我还是相信的 还是一样期待 对 英才儿都生二胎了 本来还要跟我约人一起呢 我没有跟他差任何 我只是跟他相比 就是差了一个老公 对对对 等我有的 我一定会追上他的 算什么 但我觉得我还是相信 会有那个适合的人 在 会 总会相遇吧 但我还是期待 就是一个人 单身到今天了 单身到今天 好惨的感觉 那时候我想会有一些 不是单身的人 他现在就会有 是的 我觉得特别自由 然后就是 你会非常自由的 利用自己的时间 没有任何的牵绊 然后你会觉得 就一个人独惯了的感觉 就是 因为可能像我们 有的时候就真的很需要自己个人的空间 比如工作很忙啊 陪父母啊 就一堆的事 再有点朋友 你就真的觉得就已经把所有的时间贴满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寂寞的人 可能对于一个寂寞人就觉得 压力好大 但我工作已经忙到 就是觉都睡得少 然后家人也都挺需要 我一般回北京都跟家人一起住 所以就不觉得这块特别的空白 只是有的时候会觉得 哎 也应该谈一场恋爱啊 就去一起看个电影 然后一起出去吃饭什么之类的 但其实你会觉得 也会约着好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啊 然后想着吃饭 跟家里人跟朋友都可以吃 你就觉得 也没有特别大的智商的差别 无非就没有找到可以生孩子的那个人 对 其他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意味着成长吧 然后我觉得也意味着收获 就是内心的一种感悟吧 我觉得可能 我是一个心智成熟比较晚的人 就一直很孩子气的人 慢慢你觉得一年年复一年的收获积累 你会觉得 你比以前也许会更懂事了吧 然后更好的去生活 更好的状态去工作 然后会让自己过得更舒服 更好 我觉得这都是成长 然后让自己快乐 也给别人带着快乐 当然有了 就是以前就很不懂的拒绝嘛 朋友预约怎么样 就是 就是大家 现在 现在就比较会留自己更私人的空间 然后朋友的圈子越来越少 就是人数越来越少 但都是很多年的这样的朋友 就想把有限的时间 给自己 对 更重要的人 就是让我觉得他们是更重要的人 我在现在 但是我现在就是缺个老公和孩子嘛 我觉得将来 我觉得如果结婚啊 生子啊 就是平平常常生活中就是一个 特别平常的女人 我为什么喜欢Mare Streep 不是说她是有多成功 或怎么样 戏 多好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吧 我觉得她就是生活中 就是一个普通 最普通的母亲 然后养育了自己的孩子 也都非常健康 很优秀 然后过正常人的生活 然后在她的工作中 她又能找到她的光芒 她的亮点 然后她又很温暖 她在 自己事业也不如意的时候 还帮助一些年轻的导演 我觉得这是很强大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当你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一定就只是觉得 她的戏好啊 或某些角色让你觉得发光发展 我觉得她的为人 做事 包括她的人生的轨迹 其实都是可以让你仰望的 或者都是你的一个目标 我一定要追求 我觉得其实 但这个原版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我会往好的方向去努力 我觉得 比如说结婚 我就想 从一而终 然后 有孩子就希望 健康陪她成长 给她一个特别完整 跟美满的童年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个圆满吧 一个方向 比如说父母 我就是一直陪着她们 直到陪她们走到最后 因为任何人最后都要离开 那就让她们在我身边的时候 就多一些享乐 幸福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圆满的憧憬吧 包括我的狗狗们如果走了 我就希望陪在她们身边 会让她们特别 有一个美满的一生 我觉得这也是个圆满 其实我肯定是会往圆满的方向去努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